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来想听男生唱歌的粉丝儿们还有得等了 李志廷之前在录制某节目时一直担任忍气吞声的好挑户 他也表示自己当导师也会继续坚持温柔路线 不过早前被问起翻笔笔与李晨的恋爱时 曾经的绯闻男友李志廷一反常态黑脸不回应 这引来媒体的关注 昨天被记者问起当天黑脸的情况时 李志廷面色尴尬直说了一句 哦 随即结束了访问 这前两天的新闻里面说可能有问到 跟你很明显的问题 那个我们问一下上官的问题 我又很想玩 哦 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都还挺好 哦 哦 黄古拉新闻刺客小编只想在闻最后一句 哦 爱过 发达 6月24号经营卡通卫视 中国新城代第三季选告正式启动 本季新城老师李志廷 颜亚伦 领先13位明星大咖出现了本次发布会 并和第三季率先亮相的12个新生孩子们 在现场上演抢身互动 好 准备 本期中国新城代将于7月11号晚7点 回归金银卡通卫视 另外芒果TV也将最第三季的中国新城代 进行读播 过过了电视播出的亲们 可以来芒果TV收看新城代哦 原以为李志廷此次以中国新城代 音乐老师的十分加盟节目 或许将预示 今年有可能在音乐上有新动作 不料他就感慨成 接戏太多无瑕回归音乐 暂时音乐上没有人 我觉得可能我想先当一个好演员 然后慢慢在集合会 没时间了 真的没时间了 又要带姐姐去读习 又要做运动 不容易啊 看来想听男生唱歌的粉丝儿们 还有得等了 李志廷之间在录制某节目时 一直担任忍气吞声的好挑户 他也表示自己当导师 也会继续坚持温柔路线 不过造型被问起 一番闭闭与李晨的恋爱时 曾经的非问男友 李志廷一反常态 黑脸不回应 这引来媒体的关注 昨天被记者问起 当天黑脸的情况时 李志廷面色尴尬直说了一句 哦 随即结束了访问 真的吗 是 之前两天的新闻 也说可能有问到 跟您很明显的问题 那个我们问一下相关的问题 我们有印象吗 哦 因为大家对她的印象 也都开始 哦 哦 反过来新闻刺客小编 只想再问最后一句 哦 爱过 巴达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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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